炎热干燥的天气在大风的作用下极其容易引发火灾 约束亚述国家公园于周外发布防火禁令 地区覆盖整个公园、露营地和住宅区 禁令内容包括禁止燃烧木材和木炭 点燃篝火和木炭烧烤等活动也不被允许 在距离植被10英尺以内不得吸烟 不能在公共土地上燃放烟花爆竹 不过在安全的区域内可使用火炉、灯笼或者加热设备 如果计划在公园内做饭可携带露营炉具 约科大火于7月28日在莫哈维国家保护区爆发 烧火了超过9万英亩的土地 最具代表性的约束亚述也被烧焦 然而目前保护区内的植被生长速度是平均水平的三倍 这更增加了大火的风险 官方表示禁令将持续至10月1日 也会根据火灾危险系数做相应调整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我们下出 comenz的消除